阳光基金会为了协助烧烫商者重申 特别发起一项服务计划 希望能够募集2000万元的方案服务经费 提供一年超过800位烧烫商友各项重建训练 以及扶具制作的费用 也能够照顾商友的生活 希望社会大众踊跃加入支持的行列 全身包覆着压力一 动作缓慢地完成各项附件动作 来到阳光基金会附件中心的商友 因为皮肤受到创伤 在治疗愈合期会因为疤痕增生和轮缩 导致肢体变形与生活功能的障碍 因此需要不断地透过附件才能维持功能 期间必须忍受撕裂般的疼痛 为了帮助商友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基金会特别发起重建服务计划 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关怀烧烫商友的行列 阳光服务对象就是烧烫商跟颜面损伤的伙伴 他们可能因为意外可能会有生活上的一些改变 你可以来参加然后认识他们 他们在现场提供服务 会在摊位跟你们介绍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认识 让你们可以更亲近我们这些商友 长期倡导脸部平权运动的基金会南区服务中心 这次还邀请商友制作许多可爱的文创 小物易卖并且规划主题闯关活动 期待透过活动让社会大众对于烧烫商友 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不以外貌取人 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要告诉大家 脸部平权这个观念 那脸部平权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以貌取人 对所以我们想要运用最轻松的手法 让大家来认识这个其实有一点严肃的话题 办了一个叫实境解谜的活动 然后可以透过游戏 然后透过你在过体验的过程当中 去解开这个谜题的成就感 认识到脸部平权是什么 基金会发起的服务计划 预计筹募金费额度为2000万元 将提供一年超过800位的烧烫商友 各项辅具制作 生活和附件费用之外 也能支持商友的生心理重建 8月18号在集合文创聚落 推出的闯关游戏 也将别开生面的以闯关乐园模式进行 顺利完成任务的团队 将可获得最高1万元的奖金 欢迎民众踊跃纠团报名参加 港多新闻林亭阳黄莱军 采访报导